要教的就是很簡單的直接帶 做工就是力量九乘位移 W 等 F 乘 S 這個課本的力題他非常的簡單他問我三個地方 第一題的往上拉 施力向上 100牛頓位移三公尺力量乘位移 就100乘以三三百焦耳 第二題 他這個題目就是沿斜面這題注意有人有 變形 有人有變形比如說他告訴你說我這裡往下拉了三公尺 然後問你做工要注意你往下拉施力是向下 你往下拉三公尺他會往斜面滑三公尺 可是你施力向上你要算的是垂直的變位移 從比例上看出來六公尺配三公尺 三公尺應該只有上升 1.5公尺 這時候你的位移只有1.5 而不是我的三公尺 這是你要注意的 但是這一題沒有 這裡就是沿斜面施力 沿斜面位移就可以直接帶 所以沿斜面施力50牛頓 走了6公尺 所以答案還是一樣300 最後一個是 平平的拉 那就很正常 你的水平施力30牛頓 水平位移10公尺一樣力量成位移 答案還是我們的300焦額 這三題的答案都是300焦額 簡單的帶力量成位移 我們的題目都長這樣 所以下一題一樣 直接帶就好了 我 100牛頓的水平推力 推動了2公尺 請問你我做工有多少 就很簡單 就剛才講過直接帶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 需要轉彎的地方 2號 2號 多少 多少 200 請坐下 就200 就直接帶嘛 力量成位移嘛 施力是 100牛頓嘛 位移是2公尺嘛 就直接往裡面帶 答案就是200 簡單小事情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基本上都是這麼簡單的 然後呢 但這一題稍微不太一樣 這題的原始的題目是問功率 我們後面要教的 但是要算功率之前必須要算做工 所以我現在先問你做工 那這題要考什麼 剛跟你講過的力量跟位移要平行 力量跟位移要平行 好 我提著東西 然後走100公尺 再往上抬20公尺 我的位移到底幾公尺 另外的問題是問 是小事 就是我首提50公斤的東西 我要施力50公斤重 可是我的單位應該是誰啊 所以你有一個單位換算的小問題 重點就是那個位移要注意要有平行的才算 要有平行的才算 這樣的話會是多少 OK 帥哥30號 帥哥30號 帥哥30 你的答案 多少 5 4 3 2 1 900 980 請坐下 你答案 980 我們 做工是要力程以嚴力方向的位移要平行 要平行 那所以你首提重物 勢力向上 水平走了100公尺 那100公尺有沒有做工 沒有 所以只有誰有做工 往上提的 20公尺有做工 所以位移只有幾公尺 20公尺 那就要力量成位移 但注意力量換成誰 牛頓 我台50公斤重 的東西 私利50公斤要換 你怎麼換 1公斤重9.8嘛 沒有講9.8嘛 所以我前面寫50乘9.8 幹嘛 公斤重換 牛頓 後面成位移 位移只有20公尺有用 所以乘20 所以是1000乘9.8 所以答案叫做9800 我們等一下會去回頭做原始的題目 算功率的 要除時間就好了 重點是做工有多少 OK 9800 那麼這題跟剛才一樣 給了一個斜面 然後我叫這問的是重力做工 那要成位移 這圖上面有兩個 一個是兩公尺 一個是一公尺 所以有一個問題是問 那到底位移是兩公尺還是一公尺 力跟位移要平行 第二個問題是他答案有正的跟負的 表示正工跟負工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我往上跑 我往上跑 我的 重力是做正工還是負工 我的重力做正工還是負工 然後就可以 答案就可以出來了 OK 好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位移要帶兩公尺還是一公尺 我問的是重力 然後我們說要力跟位移要平行 然後再來問題是他是正工還是負工 他就可以解決掉這件事了 這個人已經不存在 1號 1號已經不在 9號 9號 10號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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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你答案選C 做功就是力量乘位移 但是要平行 重力是向下 所以要找垂直方向的位移 所以要帶的是一公尺 而不是兩公尺 OK 然後呢 我們這是重力是向下 位移是向上 方向相反,所以做什麼功? 副功,所以是副功 所以要記得要換成牛頓 一樣 100公斤,100公斤重 然後呢 要這樣推推推之類的 OK 做功 就是100乘以10乘以1 所以答案叫做 負義堅,答案選A 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用我們前面教過的功能原理 做功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 這題是動能改變 動能是MGH 所以質量是100 G值呢 它是要10來代 高度上升1公尺 所以答案就是1000 就知道大小是1000 但是你知道它這個是向上向下 所以你知道做 副功 你就知道要選副的 就是這樣做法 這幾題都是很簡單的 直接代公式 做功就是力量成位移 會有問題要請注意的就是 力跟位移要怎樣 平行 要找到平行的量才是我的答案 OK嗎 OK